女人是一名小妾的身份 只因老爷经常翻她的牌子 就被正式夫人让人将她用席子裹起来狠狠地打 她的女儿文静愤怒地看着正式夫人 夫人恶狠狠地告诉她 这就是不尊重正式夫人的下场 你身为小妾的女儿 将来也只会是小妾的身份 文静愤怒地告诉夫人 要将这件事情告诉父亲 但她不知道的是 她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父亲 却让她更加的寒心 她来到父亲家门口 刚刚跟家丁说明了来意 就被家丁给赶了出去 这时她的父亲也赶不过来 家中的大门也随之关闭 随之关闭的还有文静的新门 但对父亲以及正式夫人的恨意 也慢慢地在她的心中发芽 一转眼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初的小女孩也长成了一个 平平玉立的大姑娘 父亲这次出差顺路来看望她的母亲 当看到文静的容貌时 马上开始嘱咐她的母亲 给文静找一个合适的人家嫁 正式的身份是不可能的 小妾的身份还是很好找的 文静刚想反驳 就被母亲给打断了 等父亲离开之后 文静愤怒地掀翻了桌子 她不想去做一名小妾 小时候母亲惨遭的经历 如今还历历在目 让她去做一名小妾 还不如让她去死 父亲的决定让她很是愤怒 即便是小妾的女儿 也是她的女儿 她发誓 终有一天她会让所有伤害她的人 跪在她的面前 祈求她的原谅 伤心难过的她 也只能找到她的男友男鹤 寻求安慰 两人从小便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但奈何男鹤的母亲 并不喜欢她 两人之间直到现在 也没有结果 为了能尽快地跟男鹤在一起 第二天的时候 文静找到当地一名 叫做李心意的医官 请她和自己一起 去男鹤家中请亲 她知道男鹤的家境贫寒 所以特意带了很多东西前往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男鹤的母亲 把来请亲的人 都给揍了一顿 并且指责文静 只不过是一个小妾的女儿 还想要进他们家门 即便他们家现在穷困潦倒 但始终是贵族的身份 文静并没有因为 男鹤母亲的指责而离开 她跪在院子中 她只是想要留在男鹤的身边 跟她一起孝敬婆婆 男鹤的母亲告诉她 想要进这个家门的话 必须是以小妾的身份 并且还要等正妻过门之后 她才可以过门 这或许还要等个三年五年的 可文静并不愿意做小妾 她刚想要反驳 男鹤的母亲就开始发飙了 无奈之下文静也只好妥协 并且眼含泪花地 给她行了一个大礼 未来婆婆的做法 让她很是心酸 但让她更加心酸地 还在后面 她当当出门 便看到男鹤站在门口 为了不让心上人难过 她马上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主动上前跟男鹤打招呼 文静这次彻底的愤怒 婆婆这样对她就算了 何没想到跟她青梅竹马的男鹤 也这样对她 伤心难过的她一路跑回了家 回到家中之后 刚好看到母亲和李欣义正 躺在一起 但她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意外 显然她早已经知道母亲的事情 她告诉两人 让他们尽快给自己 随便找一个人家嫁 最好是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老头子 她不知道的是 正是今天她的一番气话 给她未来的命运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不久之前 一名叫做金字典的官员找到了她 她委托金上公在民间找到一位财貌双全 与众不同的女子进入宫中 在后宫做她的眼线 寻找这种女子 金上公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这里最大的一季房 但方主这里目前都是一群小孩子 金上公将自己的要求告诉给了方主 并且给了她一大袋钱 让她务必尽快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女子 为了找到金上公中意的女子 方主找到李欣义跟她商量 刚好前不久文静找到她 让她帮忙给自己找一个老头子嫁了 于是她便将文静给介绍了过去 金上公很快便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金字典 并且表示说现在唯一的问题便是对方是输出的身份 但金字典并不在乎 以自己的身份将她受为养女 这一切的问题也都将迎刃而解 另一边 李欣义也将这件事告诉给了文静的母亲李欲 当她听到女儿要嫁给国王这个年过半百的糟老头子时 顾金开始犹豫了起来 自己一个小妾输出的女儿进宫能有什么前途 可当她得知这是金字典的主意 并且文静入宫之后 她会大力地支持文静封为贵妃 很快外出的文静回到家中 但在她家门口有一顶轿子 还有一名宫女搭扮的女孩盯着她看 文静怯生生地对其行了一礼便回去了 她来到母亲的门前 门口却放着两双鞋子 这让她很是疑惑 不疑惠 金上公便在李欲的带领下走了出来 从李欲的口中得知 眼前这个漂亮的女孩就是她的女儿文静 于是当天晚上金上公便要检查文静的身体 并且告诉文静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她将要被送进宫伺候国王 文静虽然非常疑惑自己一个小妾叔叔的女儿怎么可能去伺候国王 但还是听从了金上公的吩咐 目睹了文静的身材 金上公对她很是满意 但文静并不愿进宫侍奉国王 金上公一辈子生活在宫内 自然有的是办法对付这种小丫头骗子 她让人把文静给关了起来 想要逼迫她乖乖就范 可即便将文静给关了三天三夜 她依然没有屈服 并且没有吃下一粒米 没有喝下一口水作为反抗 宫女劝说她 让她吃一点东西 金上公是不会在意一个女子的死活的 但倔强的她依旧在坚持 如此又过了三天的时间 这几天她想了很多 她想到了自己的难有难和 原本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她的身上 可没想到她一次次的让自己失望 想到了未来的婆婆 以自己嫁入她家为耻辱 虽然自己是小妾的女儿 但她们家也是因为在朝堂上政权争斗中而落魄的贵族 如今两家的地位又有什么不同的呢 关键是她想起了父亲 父亲冷漠的态度让她很是寒心 想到这里让她原本痛苦的身体上又增加了一层疮伤 文静选择了进宫成为国王的女人 但她并不是要向命运屈服 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向命运宣战 匿疾方的方主亲自传授她的毕生所学 文静也是她至今遇到最优秀的女孩 她势必要将文静培养成整个朝鲜第一期女子 很快经上宫便来查看训练结果 方主给予了她很高的评价 当天晚上 文静便被人用吧台大轿抬进了一座府邸之中 这座府邸的主人正是金字典 金字典先是让文静表演了一段才艺 并且亲自为她配乐 文静将这段时间在方主那里学到的东西全部展现了出来 对于文静的表现 金字典很是满意 随后她毫不避讳地将自己为何培养文静的目的说出来 她就是要让文静进入后宫之中 得到国王的宠幸 俘虏国王的心 从而方便自己行事 进而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她并没有将自己图谋不轨的事情告诉文静 得知这一切的文静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意外 毕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饭 但文静毕竟是小妾叔叔的身份 单单凭借这个身份是无法入宫的 于是金字典便告诉文静 自己会收她为养女 从现在开始文静就可以叫她父亲 听了她的话 文静马上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 因为是小妾叔叔的身份被小伙伴们欺负 因为母亲是小妾的身份 被正式夫人无情地毒打 父亲却冷漠地置之不已 想到这里她怯生生地从口中叫出了父亲 这是她第一次没有任何阻碍地叫出父亲 对此金字典很是开心 而文静也总算有了一个靠山 进宫之前文静来看望了家人 虽然她的父亲还在 但真正意义上的家人也只有她的母亲而已 母女两人见面分外的亲热 文静进宫之后或许就没有多少时间陪伴母亲了 晚上的时候 文静将自己准备报复伤害过自己的人的想法告诉给了母亲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她那不负责任的父亲 以及惩罚过母亲的正式夫人 母亲听到之后很是惊慌 她已经在小切这个位置上待了20年 小切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 她劝女儿要忘记内心的仇恨 如果这件事被父亲知道的话 他们母女二人都会有大麻烦的 出来之后 文静看着天空皎洁的月光 她马上就要进宫侍奉国王了 但她却并不开心 她的双眼含满了泪花 不自觉中她又想起了她的初恋男鹤 虽然男鹤现在的做法让她很是伤心 但她还是忍不住想起了小时候 因为自己是小切的女儿被人欺负 男鹤主动来救她的画面 男鹤的父亲本是一名大臣 但奈何牵扯进了王权的争斗中 因此她的父亲被判处谋反的罪名 原本高高在上的贵族如今也落魄了下去 一直是他们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过着紧紧巴巴的日子 为此小时候的文静经常会给男鹤的家中送东西吃 给喜欢学习的男鹤送去书籍 如此一来二去春去秋来 两人也开始慢慢地长大 爱情的萌芽也在两人心中悄悄地生长 两人还曾在村中的许愿树下 许下两人白头偕老 相伴终生的诺言 历历在目的往事让文静泪流满面 但现如今她也只能擦干泪水 准备进宫侍奉国王 可就在她准备回屋的时候 李欣逸找到了她 告诉她男鹤在老地方等着她 文静在屋内沉思了很久 最终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找到男友男鹤 她想要男鹤永远地记住自己 她的心永远属于男鹤 听了她的话 一直深爱着文静的男鹤紧紧地抱住了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 五分钟过后 文静和男鹤做着最后的道别 男鹤则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就在文静即将离开的时候 一直没有说话的男鹤叫住了她 面对跟自己真情流露的男鹤 文静告诉她 听了她的话 男鹤跪在地上祈求 他可以跟自己一起离开 没有文静的日子 他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 文静看着跪在地上 突然回心转意的男鹤 内心一时间五味杂沉 如果他就这样跟男鹤离开的话 两人的一生必定会在逃亡之中度过 他们两人的家族 也必定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留下来则有可能成为 后宫最高位置上的人 将之前伤害过他 看不起他的人 全部踩在脚下狠狠地见他 最终文静选择了离开 他祈求可以让男鹤早点找到归宿 也祈求可以让自己进宫之后 成为国王的宠妃 从而达成自己想要复仇的愿望 回去之后 金上公早已经在等着他了 并且告诉他今晚的时候 会将他送入王宫 接受国王的宠幸 为此一季方的方主 特意给他化了精致的妆容 显得他格外的动人 希望国王能被他的美色所吸引 而另一边的金字典 也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他要让文静尽快地 怀上国王的海 这样才有利于他日后谋朝篡位的计划 至于国王则是在满心欢喜地 等待着文静的到来 当天晚上他便被送进了王宫 但他的入宫方式 却跟其他女子出嫁的不同 没有锣鼓喧天的一仗队 同样也没有热闹非凡的迎亲场面 就这样他静悄悄地上了一顶轿子 被抬入宫中 进入王宫之后 文静刚刚打开窗户 想要看一看今后生活的地方 但金上公赶忙将窗户给关上了 并且嘱咐教父加快脚步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因为文静进宫这件事 也惊动了国王的这两位妃子 原本国王已经有三个妃子了 现在又来了一个 国王现在年纪大了 身体也越来越不济了 这样下去的话 什么时候才能怀上国王的孩子 就在两人商量对策的时候 金上公找到国王身边的内官 催促今晚该是国王原房的时候了 但内官却告诉他 国王如今在另一名成恩上公理事的房主 国王之所以会在这里 是想要给文静一个下马威 因为他知道文静 是以金字典养女的身份进入后宫的 金字典当初被自己发配荒岛几年的时间 心中必然会有怨气 谁也说不准文静是不是他送进宫东的眼线 但眼下文静已经进入了王宫 不去招呼一下又不合适 于是他便洋装自己身体不适 派自己身边的内官过去看一下 而此时的文静在新房中等待着国王的来临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最后等来的竟然是国王身边的内官 原本应该由新郎取下的花官 也被内官以国王的名义给取了下来 并且让宫女吹灭蜡烛 嘱咐他早点休息 就这样原本是人生三大喜事之一的洞房花竹叶 文静却结结实实地独守了空房 这让他很是愤怒 与此同时的王宫外面 文静的母亲却在不断地祈祷着 祈求千万不要发现文静的身子有问题 因为他知道文静昨晚出去的时候去见了谁 孤男寡女共处了一夜的时间 任谁也不相信两人之间没发生点什么 但李心意却告诉他 让他可以放心 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 文静便在宫女的服饰下开始梳妆打扮 虽然他昨晚并没有得到国王的宠幸 但他身为国王妃子这个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并且他现在还有一个疏缘的身份 因为此事宫内并没有王后 而宫内最大的女人则是国王的妃子张贵人 按照王宫的规矩 今天他要主动去给张贵人请安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张贵人正在跟国王另外两位妃子愉快地聊着天 当聊到文静竟然是小妾述出的女儿时 各种尖酸刻薄的话语也从三人口中层出不穷 张贵人门口伺候的丫鬟当听到文静的身份之后 也十分地看不起文静 既然这个身份大家都知道 那就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 一旁的朴书仪刚想指责他 结果文静一个眼神便瞪了回去 吓得他连屁都不敢多放一个 出来之后的文静直接一个大耳瓜子便打在了刚刚看不起他的那名宫女的脸上 身为一名下人 就要有下人的觉悟 这里是王宫 不懂得上下尊卑的话这就是下场 而此刻屋内被文静气得不清的三人也在商议着如何对付文静的方法 很自然的 位分最小的李上宫便率先对文静发起了反击 位分最小也是最受国王宠爱的李上宫直接找到国王 狠狠地告了文静一次黑妆 联合身边的宫女将今天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给了国王 国王来到文静的请殿之后 并没有换来文静的热情招待 现在突然换了一个会对他撒娇的妃子 这让他非常的感兴趣 文静还非常懂事地不着痕迹地夸奖国王几句 逗得国王时不时地捧腹大笑 当晚便决定留宿在这里 但却被金上宫给拦住了 金上宫告诉国王按照惯例国王需要在大殿上等候 他还要为文静事情做准备 听到这里文静很是惊慌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至于国王 虽然十分地不情愿 但还是听从了金上宫的安排 国王离开之后 文静开始埋怨起来金上宫 眼看主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但金上宫告诉文静 侍奉国王之前要搜查身上是否带有凶器 并且还要沐浴更衣 随后两名上宫便带着几名宫女走了进来 在金上宫的指使下 强行按着他的胳膊 仅用一块红布遮挡住他的身体 接下来上宫便开始摘下他的发尸 脱下他的衣服 对他的身体每一个角落开始仔细地检查 确保没有任何可以伤害到国王的凶器 这让文静很是惊慌 因为就在前天他才跟男友发生了点什么 同时他又想起了前不久金上宫告诉过他的话 如果跟其他的男子已经发生了关系 是绝对瞒不过检查的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检查的上宫告诉他 身体上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让他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总算逃过了一劫 接下来便是要沐浴之后开始事情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金上宫的一句话 瞬间便让他紧张了起来 这让他很是惊慌 同时他又想起了进宫之前 异计方的方主告诉他的话 当时他并没有在意 可后来他跟男鹤之间又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随着一滴滴鹦鹉血滴在他的手腕上 这让他更加的紧张 赶忙扭过头去闭上了双眼 但接下来金上宫的一句话 又让他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 他缓缓地扭头看向手腕上的鹦鹉血 果然在他手腕上没有滑落下来 这让他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同时他又似乎明白了什么 果然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就连这么大的事情都有办法替自己掩盖下去 想必这都是金上宫的安排 随后他躺在床上等待着国王的到来 金上宫则是在旁边不停地叮嘱事情需要注意的事 以及让他想办法尽快怀上儿子的事情 文静静静地听着金上宫的话 直到他嘱咐完所有的话以后 文静对金上宫表示感谢 很快 国王便来到了这里 他让所有的人全部退下 毕竟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如果当着众人的面 即便他身为国王也会不好意思的 随着灯光的熄灭 文静离他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第二天的时候 由于国王对文静十分的满意 于是便赏赐给他更大的寝殿居住 虽然他对现在的寝殿十分的满意 但还是忍不住幻想自己某一天能够坐在王后的位置上 从宫女的口中得知 自己现在还仅仅是一个书员的身份 距离王后的位置还有很多的品阶位分 想要成为王后最起码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这让他不禁有些气馁 但他也明白一时半会想要成为王后是不可能的 不过想要在后宫的争斗中活下去 必须要为国王生下儿子 同时还要独霸国王的宠爱 这时 另外几名妃子跑过来恭贺文静 文静也知道 看似几人是给自己道喜的 但他们三个没有一个能看得起自己的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是小妾的女儿 他们此番前来绝对不会是有什么好事情 但文静也不是省油的灯 几人之中位分最高的是张贵人 对于这个自己目前还惹不起的张贵人 文静对他很是客气 并且以姐姐相称 处处以礼相待满脸的笑语 可一旁的嫖淑仪却不乐意了 他们这次来是为了打击文静的嚣张气焰的 几人离开之后 文静甚是开心 不过几人对他数次的挑衅也成功地激发了他的斗志 既然位分高的他惹不起 收拾位分低的还不是首到亲爱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李上宫因为刚才被文静羞辱的事情很是愤怒 他身边的宫女对于上次被文静打耳光的事情也很是不满 在两人的商议下 一场针对文静的阴谋便悄悄地展开了 这个女人嫁给国王之后 国王每晚都会留在他的请殿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国王都没有碰过其他的妃子 国王更是直接告诉他 如果他能生下一个儿子 就马上册封他为王后 听了国王的话 文静马上开始剧烈地恶心了起来 这时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赶忙假装晕倒了过去 国王看到心爱的女人晕倒了 他很是慌张 马上大声呼喊叫御医赶紧过来 又唯恐御医来得太慢 于是便亲自背着文静去找御医 这份殊荣在整个朝鲜时期也为数不多 一处寝殿之中 文静躺在床上 御医使用一根丝线为文静进行悬丝枕脉 国王则是在一旁着急地来回走动 把完卖的御医开心地告诉国王 文静有喜了 对此国王十分地开心 他来到文静的床边 看到文静竟然流出了泪水 于是赶忙亲自为文静擦去眼角的泪水 文静则是一把握住了国王的手 但国王不知道的是 这个孩子并不是他的 而是另外一个男人的 可怜了国王对文静的一番痴情 第二天的时候 文静准备去看望国王 但走在路上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一个宫殿十分的红伟 从身边宫女的口中得知 这是给王后居住的寝殿 看着如此宏伟的寝殿 文静更加坚定要成为王后的想法 另一边 大臣建议国王重新挑选 合适的女子进宫来做这个国家的王后 但国王告诉大臣 即便是要挑选王后 也是在现在后宫的妃子之中挑选 显然她已经有了王后的最佳人选 两人的对话也被在门外偷听的文静听到 对此文静很是开心 看来自己做王后的事情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为此文静再次跑到王后居住的寝殿 把对门拿人听到 但文静还是有点不放心 她想让李心意来到宫内帮她出谋划策 只要能生下儿子王后的位置肯定是属于自己的 晚上的时候 李玉回到家中 将今天进宫的事情告诉给了李心意 不过文静终归是跟南赫之前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关系 如果在这个结果眼上因为南赫而出现了插持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她便让李心意偷偷地跟踪南赫 看看这家伙最近在忙什么事情 第二天的时候 李心意悄悄地跟踪在南赫的身后 最终她来到一片树林之中 在这里她看到南赫正在教授一群村民学习武艺 并且告诉他们现在的国王残暴无能 她将要带领这里所有人推翻国王的暴政 为此李心意十分的惊恐 但更让她惊恐的还在后面 原本只是一名如生的南赫 竟然有着非常好的武艺 在数人的围攻之下还能将众人打倒在地 吓得李心意赶忙逃走 她才不想跟谋朝篡位的人纠缠在一起 这可是杀头的大罪 可就在这时一把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来人正是南赫 虽然李心意也算是南赫的熟人 但她知道了自己的秘密 所以必须要将她给灭口了 就在南赫准备动手的时候 李心意拉住了她 她告诉南赫 自己知道一个大秘密 一个关于文静的大秘密 当南赫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她十分确信就是自己的孩子 直到现在她才明白 文静对她有多么的重要 如果上天能够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她一定会将这个女孩明媒正取 回来做她的正式夫人 这一切都已经晚了 因为醉酒的缘故 一些不该说的话也从南赫的嘴里说了出来 这件事也很快传到了金字典的耳朵里 第二天的时候 文静趁着夜色以身体不适为借口回到了家里 她并没有多少的时间 她要尽快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从李心意的口中得知南赫依旧没有忘记自己 还在思念着她 虽然两人已经分开了很长的时间 但当文静听到初恋还在想着自己时 她顿时难过的泪流满面 毕竟她对这份感情可是付出了真情在里面 不过她很快便冷静了下来 现在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还没有记过 要尽快地将这件事情完美地解决 她一定要坐上王后的位置 而自己肚子里面的孩子也一定要坐上国王的位置 现在她要坐的就是赶紧跟南赫见一面 两人见面的地点还是之前两人发生关系的地方 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人 刚一见面 南赫便紧紧地抱住了她 仿佛是要将文静融化进自己的心里一样 两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南赫对文静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没有文静的日子里她一直茶不思泛不想 她不能没有文静 于是便有了准备推翻国王政权的想法 只有这样 只有推翻国王 自己才有可能永远地跟文静在一起 文静依偎在南赫的怀中没有说话 如果当初的南赫能有现在的魄力 两人之间也不会走到现在这种地步 很自然的 两人在这里旧情复燃 再次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但这次文静跟上次不同 她流下了泪水 三分钟过后 文静离开了这里 离开之前她又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没有任何留恋的一步一步地离开了 南赫也在屋内流出了泪水 不知道是因为文静的离开而感到难过 还是因为什么 另一边 一群黑衣杀手也翻墙来到了院子 虽然南赫孤身一人 但在跟杀手的打斗中丝毫不落下风 但终归对方人多势众 她的手臂不幸被一名杀手给划上了 不过最终还是被她给逃了出去 她一路逃到一处小湖边 湖中倒映着的月亮瞬间便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缓缓地抬起头看着天空中皎叠的明月 思绪瞬间便回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上 这时 追杀她的几名杀手也赶不过来 虽然南赫身受重伤 但在跟杀手的头目打斗的时候丝毫不落下风 直到她看到杀手身后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时间各种复杂的心情瞬间便涌现在她的心头 她正正地望着这个自己最爱的女 握着刀的手也不自觉地松了下去 杀手则趁着南赫愣神的功夫一刀砍在了她的腹部 随后又一刀狠狠地刺向了南赫的腹部 南赫没有丝毫地反抗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对面的文静 但文静却丝毫没有反应 杀手这时也一脚踹在了南赫的身上 南赫瞬间便掉入了湖中 慢慢地往水底沉去 在即将死去的这一刻 之前的一些事情瞬间便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就这样南赫带着对文静的不舍离开了 而文静则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她变了 变得为了自己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做任何事情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女人正在拼命地生着孩子 难产再加上早产让她万分的痛苦 最终文静一狠心 一使劲便将孩子给生了出来 但孩子刚刚出生 她便让母亲将孩子给扔了 原来国王曾经许诺过她 只要她能生下儿子 就会马上册封她为王后 就连她生下的孩子也会册封为世子 将会成为未来的国王 但现在生下的却是一名女孩 这让文静原本的梦想全部破灭了 野心十足的她自然不喜欢这个 没能给她带来好运的女儿 对此她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为了这个孩子 她的亲生父亲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可现在一切都又回到了解放前 不仅金字典会对她不满意 就连国王也会失去对她的宠爱 果不其然 第二天的时候 国王便让大臣们选举出一名德才兼备的女子 作为王后 显然她已经对文静失去了兴趣 最近这段时间更是一次都没有去看过文静 在大臣们的举荐下 国王看中了一名落魄贵族官员的女儿 女孩年仅15岁 由于其家族落魄 将来不会出现外戚甘政的事情 这让国王很是满意 文静失宠的消息也传到了金字典的耳朵里 但他却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他知道文静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 他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就这样在宫内孤老终生 果然 在第二天的时候 文静便找到了她 文静将这次没能生下儿子的错误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祈求金字典可以再给她一次记录 并且保证下次一定会生下儿子 但金字典却告诉她 国王在近期准备册封新王后 是一名年仅15岁的小女孩 让文静暂时断了做王后的想法 况且她现在刚刚生下孩子 身体很是虚弱 无法侍奉国王 现如今只有先将身体调养好 然后再静观其变 与此同时的另一变 未来的王后跟她的父亲相对而做 父亲不想让女儿成为国王的后宫 第一便是因为国王现在都是一个糟老头子了 而自己的女儿才15岁 第二便是她知道后宫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战场 稍有不慎便会有杀身之火 即便是王后也需要时刻小心翼翼 但她的女儿却非常想要进宫成为王后 她同样也知道父亲所说的这些 但她也知道王后是后宫至高无上的女人 她只有坐上王后的位置 他们的家族才有可能重新崛起 只有她坐在王后的位置上 她祖父的冤屈才有可能得到洗刷 听到女儿懂事的话语 父亲也很是无奈 毕竟国王已经下了旨意 他也只能叮嘱女儿进宫之后 万事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再说 对于父亲的教诲 他应了下来 随后深深地对着父亲行了夜 第二天便是他的婚礼 与文静婚礼不同的是 他的婚礼是在白天举行 来的是王室的迎亲队伍 乘坐的是16人台的碾将 路过的行人纷纷跪拜 从城门进入王城 同时还给他安排了盛大的婚礼 文武百官全部过来参加 而文静的婚礼则是在晚上举行 没有王室迎亲的队伍 没有16人的碾将 只有4人抬着的小叫 深更半夜更是没有一个百姓知道他出家 从小门悄悄地进入王宫 没有盛大的婚礼现场 只是将他送进了请殿 等候着国王的宠幸 当文静看到新任王后的时候 他的心异常的难受 他认为王后的位置是被他给抢走的 即便身为王后他也不会放过他的 但他不知道的是 虽然这名王后只有15岁的年纪 但同样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然而在新婚的当晚 他并没有等来国王 就跟文静新婚的时候一样 他独守空房了 国王此时正在承恩上宫里上宫的房内 但他这次没有装睡 而是在喝着闷酒 因为他也知道 王后只有15岁的年龄 自己这个糟老头子 如果今晚就去宠幸了王后的话 势必会遭到全天下人的谴责 他虽然有时候有点蠢 但还不笨 这种事情他是万万不敢做的 而王后的请殿之中 王后依然面带笑容的独作者 并没有任何不满的表情 但他的诚心并没有换来回报 依旧还是在新婚之夜独守空房 既然王公有了新的王后 身为后宫的妃子 都需要第一时间去跟王后请安 他们也早早地来到王后的请殿外面 不过原本就看对方不顺眼的人聚集在一起 又怎么少得了勾心斗脚呢 文静首先便看向了李上公 李上公自然也不甘示弱地看了过去 但文静却笑了 给王后请安过后 李上公电急匆匆地回到请殿 她知道文静绝对不会就此罢休 她要亲眼看着文静死在自己面前 宫女也非常配合地告诉她 会脱宫外的父亲弄来 可以让人神不知鬼不觉死去的好东西 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 一定要赶在文静重新获得国王的宠爱之前 而另一边 众人离开之后 文静独自留在了王后的请殿 她看着面前这个年仅15岁的王后不禁露出了愁容 王后很是不解 询问她何是烦恼 文静趁机将宫内斗争的黑暗告诉给了王后 并且告诉王后 自己数次都差点死去 而宫内的老人最喜欢欺负他们这些新人 还表示说自己一定会站在王后这一边 守护王后 文静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讨好王后 而是让她认识到宫内的黑暗之后自乱阵脚 到时候方便自己下手 王后对于文静的话不知可否 一直保持着微笑 但等文静离开之后 王后则是露出了耐人寻味的表情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国王迎娶王后的事情也传到了远在清朝做质子的世子而不 世子妃认为国王此举无异于影响到了世子的地位 他身在朝鲜又小的儿子很可能会遇到危险 担心儿子安危的他马上去找到清朝的瑞亲王多尔国 希望他可以让世子回到朝鲜一趟 他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多尔国的同意 但却同意让世子妃短时间内回到朝鲜 世子妃即将回国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国王的耳朵 听到儿媳即将回来 国王抱着他的小孙子也很是开心 但随后世子妃来到王宫的时候却被人给拦住 并且是国王亲自下的命令 原因则是世子妃竟然是骑马回来的 这让国王很是不满 在他看来世子妃此举无异于违法了朝鲜流传多年的法 怪不得朝鲜只能作为清朝的一个附属国 单单不懂的改革创新 墨守成规 顽固不化这一条就足以让他们成为失败者 但国王不知道的是 世子妃的这次归来 所有的百姓出城相迎 显然世子妃在百姓心中的威望比国王还要高 但他却被国王下令拦在了宫门之外 这让他很是伤心 当初留下只有两个月的儿子去到清朝做质子 如今回国换来的却是将自己拒之门外 王宫妹 王后也在不断地劝戒着国王 面对给自己微笑的王后 国王也无可奈何 最终答应让世子妃回宫 但世子妃绝对不可以骑马进宫 必须要乘坐轿子才可以 世子妃无奈之下也只好下马 但她并没有乘坐轿子 而是选择步行进宫以此来作为抗议 进宫之后世子妃总算见到了她分别几年的儿子 她飞奔着跑向儿子 儿子也步履蹒跚着跑向母亲 文静因为生下女儿而被国王冷落 这让她很是不甘心 但即便她再次怀孕也不能确保生下儿子 于是她便拿出一袋钱给李欣逸 让她在偏远的地方找几对夫妻养着他们 以备不时之需 她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万一生不出来儿子 就用礼貌换太子的方法换来一个儿子 文静的想法让她很是惊慌 但更让她惊慌的还在后面 她告诉李欣逸让她找到南赫的母亲 李欣逸呆住了 没想到文静竟然如此的狠心 她惊慌失措地走出屋子 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就连文静的母亲跑过来给她打招呼 她都没有察觉 等她反应过来之后 则又惊慌失措地赶忙跑开了 而在屋内的文静则是想起了 她跟南赫缠绵的情景 毕竟南赫是她最爱的男人 也是她第一个男人 可随后她又发出了一声冷笑 因为她又想起了南赫的母亲 以及南赫当时对待自己的态度 另一边 李欣逸将文静交代给她的事情 汇报给了金字典 原本是想借助金字典的力量 摆脱这件差事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金字典竟然支持文静的想法 不过她不知道的是 就在她离开之后 金字典交代身边的护卫 一定要看好李欣逸 在她看来李欣逸 并不是一个能守口如瓶的人 为了她谋算已久的计划 必要的时候这个人必须除掉 而在宫内 文静和李上公的争斗还在继续着 文静扶着王后从寝殿走出来 这让其他几人很是不分 就连王后主动给几人打招呼 李上公也是一副十分不懈的表情 妈妈 李上公给后面的侦倦 能够下来 听了文静的话 如果李上公的眼神能杀死人 文静可能已经被千刀万挂了 但文静还不忘回头 给李上公一个挑衅的眼神 这让李上公更加的愤怒 但现在她也无可奈何 毕竟现在文静跟王后走得非常的近 王后此次是来看望世子妃的 年仅十五岁的年龄就已经成了婆婆 并且接受了儿媳的大礼参拜 两人四目相对久久没有言语 最后还是世子妃主动开口 世子妃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国家可以尽快地强盛起来 比现在的清朝还要强盛 这样的话他们的子民就不会被奴隐 她也不会被送去当质子 她告诉王后 一定要在后宫立下规矩 管理好后宫 只有这样后宫的妃子 才能循规蹈矩 没有任何的想法 不会去迷惑国王 影响国王的判断 对于世子妃的建议 她没有说话 一直保持着微笑 但在她的心中早已经有了决定 至于世子妃 她的假期也即将结束 她还要回到清朝做质子 但这次她并不愿孤身前往 她要将儿子带在身边 虽然儿子在朝鲜世世孙的身份 不会有人找她的麻烦 但她的父母不在身边 难免会遭到居心叵测制人的陷害 其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天底下哪个母亲 想跟自己的孩子分别呢 况且孩子的年龄还那么的小 可她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第二天的时候 便有内官将她的孩子 强行给抱走了 她刚想上前追赶 却又被拦住了 内官告诉她 这是国王的命令 听到这里她万分的悲痛 一个母亲不能跟自己的 亲生儿子在一起 刚刚出生就被分开 如今再次见到儿子 想要带着儿子离开 却又被国王下令抢走 这其中的痛又有谁可以理解 而另一边的国王 因为世子平的事情也很是生气 他认为世子平这次骑着马回到朝鲜 是在宣扬清朝的好处 来挑拨他和百姓之间的矛盾 借此来窥视自己的王位 但他了解世子 世子一向孝顺 忠厚老实 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 肯定是世子平执意想要回来 想到这里让国王更加的气愤 就连世子平在殿外求见也不予理睬 只是让他在离开的时候 远远的看了一眼 看到儿子 世子平以为国王准备将儿子归还给他 可他刚想上前 儿子却又被内官抱走了 一洗一杯强烈的反差 让他差点晕倒过去 虽然他十分的痛恨国王的所作所为 但在离开的时候 他还是强忍着说了一些 对国王感恩戴德的话 离开的时候 他看向一旁早已经准备好的轿子 没有任何犹豫地走向一旁的马匹 可却被赶来的士兵给拦住 无奈之下他也只好乘坐轿子离开 但在轿子上的他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世子平离开之后 后宫的女人们又开始蠢蠢欲动 首先便是李上宫 最近国王来他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为此他跟身边的宫女商议 要尽快地想出办法 而另一边文静也有人出谋划策 方主为他带来了一级门经常佩戴的香囊 据说男人对这种味道很是喜欢 里面放的则是昂贵的摄箱 但最近国王经常睡在自己的大殿之中 怎么能见到国王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文静可不是一个喜欢被动的人 他更喜欢主动出击 既然国王不来找他 那他就去找国王 负责国王大殿的金上宫是他的人 在国王熟睡之后 金上宫将伺候在这里的所有的内观 以及宫女全部制作 然后再让早已经准备好的文静悄悄地溜进来 偷偷地睡在国王的身边 身边突然多了一个人 瞬间将国王给吓了一跳 从文静今晚的行动明显可以看出他心里在想着什么 但国王却拒绝了他 毕竟这可是在大殿之上 不过文静可不管这些 又开始对着国王撒娇 表示说自己实在是太喜欢国王了 如果不能经常跟国王在一起 那还不如杀了他算了 说着说着就开始上手了 不仅仅是上手 还直接将国王给扑倒了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几分钟过后疲惫的国王沉沉地睡去 文静看着早已经睡着的国王 非常不耐烦地将国王的手给拿开 接着他缓缓地坐起身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张贵人以及朴淑仪便来到王后的面前告状 天游加速地将昨晚文静 宠幸国王的事情说了一遍 朴淑仪建议王后一定要重重地处罚文静 以此来树立王后的威信 以及后宫的规矩 王后的做法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几人离开王后的寝殿之后 又聚集在一起嘀嘀咕咕 拥有王后的权力却不懂得运用 故今开始慢慢轻视这个年仅15岁的王后 王后之所以没有处罚文静 是因为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在他进宫之前父亲曾经教育过他 民间女子在没有给丈夫生下子女之前 就算她是正式的夫人 也不能行使正式夫人的权利 更何况她现在身为王后 王公的规矩更是多如牛毛 现在她才15岁就成了王后 如果想给国王生下孩子 一时半会儿也是不可能的 起码还要再等上几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期间万事一定要忍耐 不可轻易得罪任何人 这些道理王后同样也明白 但既然身为王后 她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 于是她便找到国王 国王对她这个年仅15岁的王后 也很是客气 看两人聊天的模样 颇有一副夫妻恩爱 相敬如宾的感觉 王后之所以来找国王 是希望国王可以提升一下 李上公以及文静在后宫的身份 虽然李上公出身卑微 但这些年一直尽心竭力地 伺候着国王 给她一个疏源的身份也不算过分 同样还能彰显国王的人爱之心 至于文静 虽然没能给国王生下儿子 但毕竟也生下了一位公主 按道理虽然得不到大的升迁 但一个昭元的身份还是可以的 对于王后的建议 国王欣然答应了下来 在她生下儿子稳固自己的地位之前 她不希望跟任何人起冲突 回去之后 她便让人将国王的四位妃子请了过来 可李上公茶水刚刚喝到嘴里 便开始剧烈地恶心了起来 李淑媛表示说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 经常会无缘无故地恶心起来 作为过来人的张贵人 以及朴淑媛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 纷纷开始恭贺李淑媛怀上国王的孩子 可文静却有点坐不住了 于是便也开始假模假样地恶心起来 看文静不顺眼的张贵人 以及朴淑媛则表示说 看你的情况可能是吃太多撑的了 文静则是赶忙捂着嘴巴跑了出去 很快 宫内的御医便赶了过来 还是非常神奇的悬丝枕脉 不过经过御医的把脉 怎么看都像是吃饱了撑的 这让文静很是愤怒 于是便将御医给赶了出去 而这一切也被藏在门外里 淑媛的宫女听到 她马上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她的主 第二天的时候文静便找到金字典 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给了她 不过她还是不放心 万一这次她生下的还是女儿 她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金字典告诉她 让她不必担心 李欣义已经在宫外做好了准备 十一对夫妇最近也刚刚怀上了孩子 就算她生下的是女儿 也能把她变成儿子 虽然儿子的问题解决了 但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书源同样也怀有身孕 如果到时候她也生下儿子 势必会影响到自己孩子未来的前途 所以李书源的孩子绝对不能让她顺利生下来 听了文静的话 金字典对她很是满意 真不愧是她当初看重的女人 宁可错杀一万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 但金字典却告诉她 宫外的事情她可以全部为文静摆平 但宫内的事情她又如何能做到 这一切还要依靠文静自己想办法 金字典走后 她马上找到李书源 她给李书源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精美的点心 据说这种点心在国外非常受达官贵人的欢迎 这种点心不仅外观十分的精美 就连味道也十分的不错 在文静的诱惑下 李书源开始尝了一口 尝过之后也不仅赞叹点心的美味 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而文静则是在一旁冷冷地看着 看着李书源吃得开心 她自然也十分的开心 原本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虽然算不上水火不容 但也绝对不是友好的关系 文静为了让李书源可以中计 开始主动对她示好 拉着她的手虚寒温暖 她本想拒绝 但奈何文静实在是太过热情 文静告诉她现在后宫已经有了王后 不管他们生下来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都不可能得到王后的位置 既然如此 他们也没有必要再斗下去了 再加上几年后 国王肯定会重新迎娶年轻貌美的妃子 他们这些老人免不了的要坐冷板凳 与其斗个你死我活 还不如化干戈为玉伯 虽然她还是不相信文静的话 但奈何文静的态度实在是太诚恳了 让人看不出一丝的破绽 可即便如此 在吃点心的时候 她也是看到文静吃过以后自己才去吃 但她似乎忘记了 文静只是小口小口一次只吃一点点 她可是很快便将一个吃完 临走的时候文静又送了她一盒点心 让她回去接着吃 晚上的时候 李淑一看着盒子那精美的点心 最终还是没忍住自己的蝉虫 开心地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在往后的日子里 文静每天都会让身边的宫女为李淑源送来同样的点心 李淑源来者不拒 非常享受地吃了起来 她身边的丫鬟想要劝阻 但她根本就不听 不仅如此 现在的她已经对文静有了一丝的好感 甚至开始反省自己之前是不是对文静太过分了 随后李淑源又将点心送给张贵人和朴树一跟他们一起分享 并且表示自己早已经吃过并没有什么问题 让他们也一起尝尝鲜 两人尝过之后也对此赞不绝口 他们认为文静这是在故意示弱 向他们表达善意 但既然文静之前跟他们作对 自然是不可能将她融入进来 另一边 文静的母亲过来看她 当看到文静一直在吃有毒的点心时 她很是心疼 但文静却告诉母亲 只有对自己狠一点 将来事发的时候才不会怀疑到自己的身上 反正她吃下一块点心 对方至少也要吃下两块 文静内心的仇恨让母亲很是惊恐 她颤颤微微一步步走出文静的房间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另一边 李心意已经找来了六对夫妇 六对夫妇总会有一对能够生下男孩 只要宫内的文静生下的是女儿 他们就使用狸猫换太子的方法 将男孩换给文静 而宫内的一切早已经被金字典 以及金上公打点好了 必定会做到万无一失 但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文静便因为吃了有毒的点心倒下了 但她却拒绝李心意为自己医治 反正有毒的点心 她吃得比李书源少得多 在李书源出问题之前 她绝对不会接受任何的治疗 女人怀孕五个月就要生孩子 虽然她在拼命地努力 但还是没能将孩子给生出来 她就晕倒了过去 至于她腹中的孩子也没能留下来 李书源小产的消息 很快便传到了国王的耳朵 国王对此很是愤怒 但御医却告诉她 导致李书源小产的原因 是因为她中毒了 未查出是何人下的毒 国王连夜跑到李书源的寝殿 但刚刚小产过后的 李书源内心万分的难过 再加上她怀疑的人 比自己的位分要高 没有确切的证据 她也不敢乱说 但她身边的宫女 却将最可疑的人告诉给了国王 于是国王便愤怒地 跑到文静的寝宫 质问躺在床上的文静 是不是她对李书源下的毒 文静并没有理会国王的话 而是缓缓地抚摸向自己的父母 自言自语地对父中的孩子说道 喝下毒药还能幸运地活下来 现在又要跟母亲一块死去 她感觉十分地对不起孩子 还没出生就遇到一个 不能保护她的母亲 听了文静的话 国王不禁也开始疑惑了 她询问文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静则是将头扭向了一旁 不再理会国王 她的母亲趁机跟国王解释 文静也中毒了 这几天一直在鬼门关徘徊 直到今天才醒了过来 得知这一切之后 国王很是心疼 她缓缓地拉起文静的手 不断地安慰着 此时她已经完全确信 文静跟李书源一样都是受害者 就这样文静用这种方式 成功地为自己洗清了嫌疑 并且还除掉了李书源腹中的孩子 至于国王很快也想到了可疑之人 眼下李书源以及文静同事中毒 张贵人以及朴淑仪显然是不可能的 都已经一把年纪了 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剩下的只有一人 那就是刚刚入宫 年仅15岁的王后 听到国王的怀疑对象之后 文静很是惊慌 一把扑进了国王的怀疑 虽然她在不停地流泪 但流着流着 她笑了 她成功地让国王对王后产生了借疑 第二天的时候 国王便下令让王后搬出王宫居住 王后此时也终于明白 为何父亲说坐在王后的位置上如座挣扎 她入宫这段时间里一直小心谨慎 并没有得罪任何的人 可没想到还是被人给陷害了 但好在只是暂时驱逐出宫 并没有要她的性命 就这样王后被送出了她居住的请殿 去往宫外居住 而在殿外 文静正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不久之后 文静即将临产 但她却并不愿在宫内生孩子 她准备回到娘家生孩子 也只有在娘家的时候才方便她行事 万一生下女儿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换过来 文静再次生下孩子 但这次她生下的依然还是女儿 而此时李心意准备的六对夫妇 已经有五对生下孩子 但是无一例外 她们生下的都是女儿 金字典为了保守秘密 派出杀手将没能生下儿子的夫妇们 全部屠杀殆尽 眼下还剩下最后一家 当李心意来到这家的时候 这家的孕妇由于预产期还没到 一时半会还生不下孩子 但眼下文静已经分明 李猫换太子的计划一刻也当务的 为了将孕妇腹中的孩子取出来 杀手递给李心意一把匕首 让她马上给孕妇做剖妇产手术 但眼下泡菜国的医术并不具备做这样的手术 再加上李心意也没有这样的医术 可杀手却将匕首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如果这把刀没有划开孕妇的肚子 就会从她的脖子上划过 这时孕妇的丈夫走了出来 当看到陌生人时 马上质问她是何人 但换来的却是被杀手无情地给杀死了 原本他们只是想换取一点钱财 没想到最后竟然把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 李心意来到屋内 先是用针灸将孕妇麻痹地失去知觉 随后她颤颤巍巍地拿起了匕首 在杀手的逼迫之下划开了孕妇的肚子 很快 原本已经晕倒的孕妇彻底地失去了知觉 好在这次生下的是一名男孩 李心意在离开的时候 回头望了一眼孕妇居住的地方 而此时孕妇居住的房屋早已经火光冲天 至于他们留下的孩子们 也被杀手一声令下强行带走 而等待他们的命运将会被卖身到偏远的地方终身为母 可就在李心意抱着孩子往回赶的时候 一名宫女偷偷地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很明显她是李淑媛的人 而文静生下的女儿则是交给了方主 今后这个孩子也会在方主的抚养下长大 而长大后的她也必将成为一名异己 只因为母亲的贪念 自己的亲生女儿就注定要过上封城的生活 另一边 李淑媛也得知在文静产子的当晚 有人抱着一名婴儿跑进了他们家中 但这仅仅是一名义女的所见所无 就算是撞到到国王那里 国王也不会相信一名义女的话 维京之际是赶紧找到被文静抛弃的女儿 只有这样才能扳倒文静 这一切也都交给了她身边的宫女去办理 因为文静生下了小王子 她的生父特意赶来祝贺 父亲刚想进屋 却被文静给拦住了 对于这个父亲 文静在小的时候已经对她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如今自己飞黄腾打了 文静又怎么会给她好脸色 很是将她给羞辱了一顿 回去之后 他将挤压在心中十几年的怨气释放了出来 但文静却告诉母亲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总有一天她会让父亲跪在自己的脚下 祈求饶她一命 不仅仅如此 她还要改变这个世界 她要以小妾的女儿这个身份登上王后的位置 她要让现在的王后永远居住在宫外不能回来 不仅如此 她还要帮助这名被换来的孩子登上王位 一名贱民的孩子登上王位 这个世界也将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 王宫内 国王抱着孩子很是开心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出来孩子竟然跟她有几分相似的 因为文静生下儿子的功劳 国王特意晋升她为昭容 她的寝殿也将会挑选离国王最近 最大的寝殿 方便她今后伺候国王 至于金字典也得到了梦寐以求兵盼的位置 并没有因此而闲着 她要在王后重新被国王召回之前 让她成为一个废人 这是一瓶可以让人升天的口福叶 文静的母亲特意找来让她对付王后 这种无色无味的口福叶 只要服下一点点就可以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 也只有王后死去 她才有机会登上王后的位置 为了可以达到目的 她已经布局很久了 这段时间她坚持每天都给王后送饭 虽然王后并没有吃她送来的饭食 但在文静的精彩演技之下 王后对她的态度虽然依然还是不理不睬 却比之前好了很多 这天她又来看望王后 并且还带来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升天口福叶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竟然有人给王后送饭 这让她很是生气 她马上训斥宫女赶紧拿走 这时一名妇人走了过来 表示说是她让送的 文静刚想训斥 身边的宫女马上告诉她 这是王后的母亲崔夫人 崔夫人对文静这几天 无微不至地照顾女儿表示感谢 但既然她已经过来了 以后也不必麻烦文静来照顾王后了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给她一个警告的眼神 事到如今文静也只能赶忙赔起了笑脸 等崔氏离开之后 文静则是露出了懊恼的表情 眼看计划就要成功了 结果就这样给破坏了 但她依然还没有放弃 她还在想着如何才能加害王后 但她不知道的是 王后即将被国王接回王宫 王后的父亲联合其他两位朝中重臣 在第二天的时候 带领朝中大臣请求国王将王后接回王宫 虽然这件事是国王的家事 但也是国事 身为朝中大臣这件事情 他们自然不能置之不管 再加上文静以及李淑源中毒这件事 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是王后下的伤 更为重要的是自从王后离开后宫之后 整个后宫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一个乌烟瘴气的后宫 又怎么能让国王安心处理朝政 所以必须要让王后来管理后宫 由于朝臣意见统一 国王也无可奈何 最终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原本文静的养父金字典是可以阻止这件事的 但奈何文静亲自将他的养父给算计了 金字典兵判的官职也是文静故意为之 因为当时世子在作为人质的时候犯了一点错误 清朝要求另外送来一位掌管兵权的人来做人质 文静为了摆脱金字典的控制 说服国王将兵判的位置给了他 得到如此重要的位置 金字典自然十分的开心 可等他出去以后 内官便将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给了金字典 他这时才知道自己被文静给坑了 于是他便找到文静讨要一个说法 结果又被文静一通忽悠 文静告诉他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为了他好 想让他的儿子当上世子 首先便是要废掉现在的世子 他这次去清朝的目的便是挑拨世子跟国王之间的关系 让他们父子关系破裂 只要国王下令废掉世子 他的儿子必定是世子的最佳人选 现在国王年迈 相信要不了几年便会一命无辜 到时候他的儿子就是国王的最佳人选 而身为孩子爷爷的金字典 自然要掌握天下兵马 以及朝中大权来辅佐孙子登上王位 对于文静的忽悠 老奸巨华的金字典自然是不会相信的 但现在目已成舟 他也只能前往清朝做人质 等金字典离开之后 文静不由地想起了当初第一次见到金字典的情景 金字典告诉他 要文静成为他的傀儡 很明显文静是不甘心的 所以他要反抗 他要自己来主导这场主户关系 让金字典成为他的傀儡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也正是因为他的举动 让王后成功地回到了王宫 他慌张地跑到王后的寝殿 王后此时已经赶了回来 他看着跑过来的文静 随即便给了他一个挑衅的笑容 就是这个笑容让文静差点气死 在他看来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怎么敢跟自己做对 但他好像忘记了对方可是王后的身份 同样 他好像也忘记了 这一切也都是因为他太心急才导致的 因为文静几乎得罪了后宫所有的妃子 接下来在他落魄的时候 这些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对他出生